刚刚开始的编程练习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无从下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节的题目分析 希望能够为你打开一点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要求 这是一次考试有若干明同学参加 每个人都有姓名和他的考试分数 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呢 是在这组数据中找到最高分 还有获得最高分的同学姓名 这里面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在一组数字中查找到最大的数字 另一个问题 是知道了最高分 怎么样找到对应的姓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查找最高分 在这一组数字中 我们想得到最高分 首先声明一个变量max 这个变量呢 就用来存储最高分 我们先把数组中的第一个数字 负值给max 接下来呢 让max与第二个数字进行比较 第二个数字是不是比max更大呢 90比max现在的值呢 更大 于是我们把90负值给max 你看 经过了一次比较 现在max中存储的 是前两个数字中的最大值 接下来再与第三个数字比较 我们发现第三个数字 也比max大 那么就把第三个数字 复制给max 现在max中存储的 就是三个数中的最大值 那么我们想一想 如果想得到整个数组的最大值 就应该循环访问每一个数字元素 从第二个元素开始 一直循环到最后一个元素 当循环结束的时候 max中存储的就是所有分数中的最高分 下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最高分 与姓名进行对应 姓名和分数都有多个 多个数据的存储 最好是使用数组的方式 先看一下姓名的数组 它的类型不用说 一定是字符串类型 我们声明这样一个数组 并且把题目中提供的姓名呢 存储进去 而分数呢 肯定是一个整形数组 我们也把分数存进去 下一步呢 我们就来找一找 他们之间的规律 你会发现 每一个姓名 比如说吴松的这个姓名 和他的分数89 他们在数组中的位置是相同的 都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说 他们的索引都是零 第二个同学 钱东宇 他的姓名和分数 在数组中的索引呢 都是一 这么一分析 我们就发现一点规律 每一个人的姓名 和他的分数 索引都是相同的 抓住这么一个规律 当你找到最高分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找到了 获得最高分的同学姓名呢 比如说 右边的这个分数数组 我们一眼可以看出来 最高分呢 是98分 他的索引呢 应该是2 按照这个索引呢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人名 浮沉 好 我们的分析呢 就说到这儿 希望对你的解题 有一些帮助 加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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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